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杜 我反正是从小到大都喜欢吃各种馄饨 前面也知道 然后他到青岛他就跟我说 青岛有一家很有名的小馄饨店 是在青岛排名第一的 叫海平馄饨 就藏在后面的小农堂里面 果然啊 它是要排队的 你看 我们需要在外面排队的 它总共这么小的一个店 是有不同口味的海鲜馄饨是吧 对 看一下那个鲜馄饨是什么 我想吃那个粒糊 我想吃蛋黄的 又想吃蛋黄的 有没有那个混的 还有特色微波炉烤肉你要不要做 这个我觉得很神奇 微波炉烤肉是什么 有没有几种口味混在一起的 混合是前三个小蛋黄虾仁鸡蛋 那这个我要来一份 然后我再来一个粒黄馄饨 然后这个特色微波的话 我要两个鸡心再来一个大套肠 我们点了一个混合的 然后15块钱 明明是有蛋黄虾仁鸡蛋 小豆点的一个粒黄的 又点了微波炉烤肉鸡心大了一套肠 不知道这个微波炉烤肉是什么样子 但我想想看 会不会我们自己买蛋黄虾仁鸡蛋 叮一下 但是它这个也很流行的 好 我这个是混合的 我觉得还能买大 这个应该是食蛋 15块钱一份很划算 我先喝一口汤它有没有味道 就普通的鲜味 就普通的鲜味 蚊肠鸡蛋 像中午还有一半 但是你的甜跟小薯仁鸡蛋 就比较稀少吃 鲜甜大 三个小小的虾仁 三个小小的虾仁 这以前我吃了火腾 吃那种大火腾 吃那种骨气没有这么好 各种很大的那种火腾 鸡香火腾 对对对 我以前小时候的吃的火腾就是 嗯 酱黄 酱黄里面沙发的 我估计了 你这个会比较吃一点 一晃就是那种 生好的缩小白海粒子 小牡蛎 对小牡蛎 我们那边也有 嗯 我可能会喜欢 看到没有 嗯 嗯 其实我想吃那个小黄鱼的 黄鱼肉的 但是两个人吃不了那么多 我这个会比我瑞鲜一点 畢竟是有这个海鲜 我看 立方 他们这边也叫立方 我以为我们那边才叫立方 我们有很多地方 还叫五百米 嗯 鲜 鲜 这个鲜 这个太合我 我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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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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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 因为我们以前不是 我们那边 红了那边 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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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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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块钱 一块 這個 这个 二块钱 而且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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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的 这个位置啊车真的是不好停很堵 然后停车位很小 马路边上基本上都停满了 我建议大家还是坐公共交通过来了 我们现在已经吃完回到车里了 准备换一个酒店 换到那个红房区那边是吧 刚刚我觉得馄饨是非常好吃 但是那个微波炉烤肉 我真的是我有点纳闷 这个东西为什么在你们青岛会那么火 就有没有青岛的朋友回答一下我的疑惑 我也去查一下 就我觉得因为很多店里面都有那个电烤肉之类的 对啊 对啊 就是这一排就是很多店都有的 就写的微波炉烤肉 今天的天气还算是给力的 大太阳 你看那边 那边线 没有 很好看 它是有那种有错落的红顶 它就去网红看到 有层次的 订了是这个酒店 为什么订这个酒店 就是因为它有个天台 我们到酒店了 哎 房间也不小呀 啊 这房间其实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看中它那个天台 说的还挺网红的 可以拍到红顶区那一块呢 哦 就是你能在看后面就能看到是吧 对对对 如果你长焦拍的话 就你懂吗 就特别好看 就压缩了 对对对 好像在那里 听不见 看到教堂了吗 看到了 好像日光大地光 哈哈 今天天气是好 光线不对 这一块还是挺出篇的 你们先 那个是信号山 你们先 看 这个是信号山 就这个吊鸡啊 太晒风景了 刚好是在那个教堂那里 我们酒店就在这里了 然后从这里走着走到那个教堂 很近 这个阳光好 但是风很大 吹啥了 妈妈一边走一边晃过去了 有了 你们先看 这条街还挺好看啊 这条街还是夏天的时候的 本身夏天就是清到热门旺季呀 那酒店会购很多 你看现在我们说这个酒店 只要最便宜的房间 只要三百多块钱是吧 对 夏季估计得八九百 但是夏季这边清的很凉快 因为我们现在来到青岛嘛 青岛啤酒这么有名 虽然我不爱喝酒 但是到青岛了 总得也喝几杯是吧 所以我车都没有开 我们就Citywalk 广广缩缩缩吃吃 哇前面这个天也太难了吧 啊 这个天也 这个天也太难了吧 这是没有丝毫的锐镜 因为那是好的就是有梦 没关系是太阳发了达子 还是有点暖阳阳的 嗯 这教堂好像那个巴黎的圣母院 哎你别说有一点点 巴黎圣母院它是平的 然后后面也是这样的 是的 哇太冷了 它这边会有一些坡坡 就是这样坡坡往上拍的 感觉还挺美的 有些起伏嘛就是 像是那种山城 哈哈 前面说要跟我们的宝宝 和这个建筑合个影 今天他来青岛了 哎等于又出生了 肯定还有机会来 让他一起在国里 对对对是 大嘞 现在是几个月 五个月 五个月港好大嘞 下来有点 我都不敢碰他 教堂下面有一个安娜 别墅 人家说拍照也很好看 它属于历史建筑嘛 所以 它是在1901年 就是开始修建一个 可以看到海的四角塔楼 安娜别墅 1905年 是由他的儿子继续经营 我觉得现在的外观 少了一点那个 现在外观感觉太新了 换了好多主人了 现在又改变丑了旁边的那些东西 都更好 对 对 云uc 是